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跟Word Embedding有關的 除了Word Embedding以外 我們後面還會講其中一個 也就是你們作業二需要自己去實作的 Contextualized Embedding 那就叫做Elmo 我們先複習一下 前面其實我們之前講過什麼叫做Word Representation 大家還記得我們要怎麼用機器去表示文字的資訊 我們其實是把所有的字變成是一個向量的表示法 我們期望這個向量裡面可以包含這個字它的 meaning 當然我們前面有講到我們有一些knowledge-based representation的方式 或是corpus-based representation的方式 knowledge-based的方式其實都比較像是 我有一個領主體定義的knowledge 我們直接在上面去找可能適合的表示 meaning的方法 那如果是corpus-based就 其實是比較像是你有很多的data 我們不需要還有一個linguitic來給我們這個knowledge 我們希望能夠從data中學到一些知識 那第一種叫做我們前面也提到叫做非常簡單的 我們會叫它one part vector 那當然它的缺點就是如果你把一個字用dictionary的方式來表示 它有出現就到一其他都是零 那你其實沒有辦法用這樣子one part representation的方式去捕捉字跟字間的關係 比如說car跟motorcycle 我們因為它出現在不同維度上面 而且在向量的世界中 你每一個維度其實你在假設它是osagonal也就是independent 所以你就會找不到car跟motorcycle之間 藉由這兩個vector 怎麼樣去評估它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接著我們就會想說我們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來去encode字跟字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never其實帶給我們很多的資訊 像為什麼motorcycle跟car它們都是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 因為它們都是可以drive的 所以如果它們常常在data裡面出現一樣的動詞 那我就代表說它們有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所以這我們就會考慮用never的方式來定義它的vector 那最常見的是用一個cocurrence metric 在data裡面我們只要把每一個字跟其他任兩個字一起出現的次數算出來 我們算出了這個cocurrence metric 我們就可以用對應的任一條column來表示這一個字 它的vector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這兩個字 彼此有相同cocurrence那些字 它們之間這兩個相量之間就會有相似的分數出來 你就很容易去majure出 在同樣dimension它們可能都有數值 所以它們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可是當然在這樣子的model下面還是有一些問題 因為在這樣子的model下面你增加一個字 你可能就需要重新計算非常多的資訊 而且因為你的向量dimension還是一樣 那裡面會有非常多數值是0 非常多數值是0的情境下 你就在做很多computation的時候 它比較難去contribute到最後的score上面 所以它的robustity其實會比較差 那怎麼辦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直接去把它壓成一個low dimensional的vector 所以第一種方式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比如說簡單的FDD 去讓它分解成三個metric 去吃進於原本的X剛剛那個cocurrence metric 所以當我們把後面的幾個比較小的數值delay掉之後 我們留下來的這一個我們希望它會跟原本的這X很接近 那我們就可以拿新的這一個row或column 拿出來去對應我們每一個字它的vector 那這邊的這一個長度就會變成是你自己取得k的長度而已 當然還是有一些問題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它用這樣的方式的確是有捕捉到一些 Cementic上面的meaning或者是Syntactic上面的meaning 但是這樣子的效果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當我出現一個新字 我是不是整個metric要重算 而且因為你做了SVD 所以你要重新在這個metric上面再重新做一次SVD 你的computation的code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怎麼辦呢 想法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去學low dimensional的word vector 那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直接去imbed word到我想要的space上面 假設說我們有一個三百圍的space 那我們就希望直接在這個space上面找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這個word對應的位置 也就是直接把word遷入到這個space上面 所以我們才會叫它Wingbedding 第二個方式 上次我們講過有兩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基本上是一定要知道 雖然現在 嗯 就是它其實已經變成是在NLT上面的基礎知識 就是word2vec跟globe 好 那這兩個其實就是直接去學word representation 然後這個word representation是一個low dimensional的vector 那它會叫做Wingbedding的原因 之前其實有提過 是因為我們是希望直接在這個space上面 遷入這個字 就比如說我們希望這個dimension的數量是三百圍 那我們就是在一個三百圍度的一個向量空間中 直接去找一個點 然後希望能夠找到這個點 就代表這個word 所以是直接把這個word 牽在這個space上面 所以我們才叫它Wingbedding 所以很多paper它可能就會說 imbed word into...space 好 那前面也講過 我覺得Wingbedding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imbedding 它其實是經過一個network 然後學出來的嘛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把它跟後面的 你的target的task的那一個neural net 跌在一起 你的information是可以一起流到後面 也就是你整個模型 包含word embedding跟你後面那個task的network 都會是neural network 那既然它們都是neural network 那既然它們都是neural network 你其實在update你最後的那個target的task的那些參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前面那些Wingbedding的那些參數也可以更新 也就是我們會叫它fine tune Wingbedding 所以如果你拿一個已經pre-train好的 你當然可以固定這個pre-train的Wing 然後只train你後面這個task 那當然你也可以允許你的Wingbedding 它是可以根據你的final task 來fine tune一下 所以就會長成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假設如果我們用pre-train的Wingbedding 而且不允許fine tune的話 黃色的部分其實就是裡面的Wing就不會動 如果我們在訓練比如說任何一個task 比如說task classification問題 我們就是只有訓練這邊的參數而已 那你當然也可以允許前面這邊的參數 隨著後面這邊的update一起做更新 那這樣子這邊調整之後 就會學這邊的embedding 對應的embedding就會比較適合現在這個task 比如說在這個task上面如果狗跟貓差異是很小的 那他在這個經過fine tune之後 狗跟貓的infetting可能就會見得非常接近 就比較接近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屬於動物類 那如果這個task是很明確的狗跟貓是區分很開的 那在你經過fine tune之後 你這狗跟貓的infetting其實就會漸漸被拉遠 所以這會根據你的task 而導致你fine tune過後的embedding會有一些些的調整 那到底什麼是work to vet呢? 那今天我們講其中一種例子 那當然其他的方式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推廣出來 那這個方式我們叫做skipgram 那大家應該還會聽到另外的叫做 那個就是skipgram的另外一種 應該是說另外有兩種不同的architecture 那skipgram是裡面 performance稍微好一點點 另外還有sibo或length model 那大家後來都用skipgram比較多 那前面其實我們講過了他的目標 因為我們是想要利用他的neighbor 所以說概念上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根據一個target word 然後他的contact window 然後去predict出他周圍的那些字 等一下自己就是說你這邊是一個input的句子 就是你在你的document 你的corpus裡面其中一個句子 所以就是w1到wt 然後我們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很好的vector representation for wt的話 那這個vector應該能夠讓我們去預測wt的這一些neighbor 那這些neighbor的數量我們就定一個contact window 然後是再次m 所以就是前面看m個人 後面也看m個字 那我們把這個wt叫做wi 也就是internal的意思 就是這個target word 然後旁邊的這些就是outside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wo 所以概念其實很簡單 他的objective function其實是在這裡 他要maximize這一個機率 那你仔細看一下這個機率是什麼 這個機率就是even target word 就是wi 我看到周圍這些字同時出現的機率 我要maximize這個機率 因為這裡這一個 這一句話是在我們data裡面有看到的嘛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句話以後 我們就是一起optimize 同樣我們會得到非常多類似長這樣子的機率 然後每一個字都會被當成wi來看待 所以當我們optimize所有的這個機率 那就等於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模型學到 怎麼去建構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copen 再說一次就是我們希望模型學到 誒字跟字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從一個現成的copen 然後藉由現成copen 裡面target word跟他context word的關係 然後去maximize 我們現在已知的這個observation 所以希望當我們學出來這個model以後 他可以讓這個機率最大嘛 這樣會讓這個機率最大的話 代表他就是學到了wi 以及他的那些context word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一個機率怎麼算呢 這邊他很簡單就把它formulate成 看到givenwi然後看到其中一個 wo的機率 然後所有的機率相乘起來 那c的話就是他所有的context word 所以說如果我現在optimize這一個probability的話 其實你就等於是在optimize這一個 你仔細看不同的點 他多了一個wi 那前面就只是去log 然後就把它把相成變得相加 那他多加上這個wi 因為每一個字是不是都要當成target word來看待 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整個data裡面 我們只選另一個target word 然後去optimize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是希望這個模型可以學到所有的字 跟他的那一本關機 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被當成wi來看待 所以我最後需要submission over所有wi 也就是你這個模型 他目標要optimize的這個objective 其實是考慮所有可能的target word 那這邊這一個怎麼去formulate呢 這邊這個我們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你某一看會覺得很不直覺 其實他非常的簡單 你仔細想想看我們這一張節的目標 是不是我們想要把每一個字變成一個響亮 對吧 所以說wi跟wo都會有一個向量 那這個是我們希望模型可以學出來的 好那我們先不管模型怎麼學到的 我們就把wi的向量用vwi來表示 wo的向量用vwo來表示 你就先這樣想 所以這個就代表是wi的向量 這個就是wo的向量 好那這個數值怎麼算呢 這個數值是givenwi看到wo的幾率 那我希望它可以變成 從我們學出來這個向量來嘛 上面是什麼 上面就是wi跟wo的similarity.product 那這邊有個prong我之後會解釋 那你可以先不用管它 這個prong其實是因為你當target word 跟你當context word 它的vector其實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你先不用想那麼多 你就把它想成是 反正wo有一個向量 wi也是一個向量 然後他們之間 動起來 我們希望這是他們有點像是 一起出現的分數 那既然它是一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我們下面是不是要除上 所有可能 givenwi看到其他所有可能的字的幾率 總和 所以下面這個是什麼 下面其實就是wj wj是任何一個wj 然後這邊就是wi會跟任何一個字 一起出現的分數嘛 然後你把它加總起來 所以下面其實你是要除掉 你這樣才會變成條件幾率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學出對應的這個向量 對應wi跟對應wo的向量 然後如果我們學出來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向量能夠符合這樣子的公式 就是藉由這個向量的關係 我們可以推導出 givenwiw出現的幾率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optimize這一個嘛 那這邊的這一個就是現在這個式子 ok 那用這個方式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你比較你傳統不是用word embedding的這種 word representation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你現在在optimize的方式其實是用neural network 而且你是比如說你用mini badge的方式 所以你有一個新的句子 如果你現在收集到一個新的句子進去 那你是不是就變成是 我這邊只是多了一些 這一個你的objective function裡面 只是多了幾項你要去做update 所以你很容易的去整合新的句子 或者是新的document 那傳統的那一種 建一個concurrence metric 你如果多了一個新的句子 你是不是整個metric的那個concurrence的那個frequency 就要重算了 所以這個方式有一些 跟傳統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因為它的學習方式就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會有一些比較容易extend的好處 好 那它到底怎麼做的呢 這個其實是它model的長相 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只有 中間就是一層的hidden layer 然後最右邊就是它的output layer 好 那這個模型到底在做什麼 要記得記得我們的目標 就是這個模型它的objective 是希望giventarget word 我可以預測出它的context word 然後是在一個context window下面的 好 所以呢 它的input會是什麼 就是這個target word 所以假設說這個target word 假設說你的vocabulary裡面總共有一萬個字 所以你一開始的這個向量 就會是一個一萬圍的向量 那這邊1是什麼呢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one top vector 就是你現在出現這個target word 是它的vector 是在這個dictionary裡面的第幾圍 所以如果是 比如說這邊是1的話 就代表它其實是出現在第八個字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長的向量 這邊就是有一萬圍 所以這邊的size v就是vocabulary size 好 那giventarget word 我們希望它能夠predict出它的surrounding word 所以你最右邊想要predict東西是什麼 最右邊想要predict東西就是 比如說第一個node它的output 對應的就會是第一個字 你的dictionary裡面第一個字 會是現在target word的contact的幾率 言下之意就是說你看喔 最後這一個output的維度 是不是也是一萬圍 代表given這個target word 我希望能夠告訴你說 所有的這一萬個字 會跟它一起出現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呢 每一個 每一個維度它對應的其實就是一個幾率值 然後這個幾率值會是現在這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字是abandon 它在永遠 大家還記得以前背字典的時候 你一定都會 第一個就看到abandon 所以abandon都會背得非常熟 然後後面的就忘記了 所以第一個字就是abandon 在字典裡面 那第一個字跟你這個target word 這個target word是and 所以其實有點小 對 那它跟它一起出現的幾率是多少 你希望output在第一維 那第二維就是第二個字 會跟你的target word一起出現幾率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我們的目標是要 giventarget word 可以predict出它的context word呢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不是就是希望 你的context word 比如說它的context word有 這一個字跟最後這個字好了 隨便 那我們就會希望最後你的output是 這兩維是1 其他都是0 ok 好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很簡單嘛 你就是藉由一般neuronnetwork 你formerate一個task的方式來想 就是希望能夠given它給我去predict出它的context word 那中間你就只是再加上一層的hidden layer 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在Word2Vect of SkipGram的架構下面 中間的這一個hidden layer它是linear的 所以你待會會看到它其實是沒有一個nonlinear的 那個activation function 好 那中間這一個的數量 你用的數量 你就可以自己設了 那比如說這邊我如果設300 其實你最後學出來的向量 就是對應一個word它的 embedding的長度就會是300 所以你想要有幾維的 where embedding 你這邊維度就設成幾 好 那待會我們會說為什麼 這個維度就會等於 where embedding的維度 前面我們先用x表示input 中間這個hidden layer我們用h 那最後面這個我們用x來表示 那因為記得我們最後想要 output的是一個低率嘛 所以你最後的 output layer會加上一個softmax 去讓它總和為1 然後每一個數值都是0到1之間的角數 那這是它的formulation 好那為什麼這樣子學完 我們就可以得到where embedding了 在這個架構下面有兩個東西你是要learn的 很簡單嘛 因為第一個就是從一開始的這個one half vector 轉成這三百維的這個長量 所以你其實就是一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乘上一個weight metric 那這個metric的size就是一萬乘三百 那後面這個是什麼 後面這個也沒什麼不同 就是現在只是從三百然後再變成一萬 所以後面這個metric它是三百乘一萬 然後我們就用wprong來表示 前面是w後面是wprong 那這兩個weight是沒有關係的喔 就是不同的 雖然我都用w來表示 所以我才會有prong 好 那我們先來看剛剛左邊的那一個 左邊的那一個就是 從一開始進來的target target word的one half vector 轉成中間的那三百維向量 所以這一個metric它就是一個 一萬乘三百的嘛 那我們會我們叫它 因為它就是剛剛hidden layer的那個weight metric 那我們會把它當成是 我們最後的weight embedding 重新講一次 意思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的模型學出來之後 我們會把第一個那個weight metric拿出來 然後把它當成是我們的weight embedding 怎麼做呢 你看喔 這邊其實是 你剛剛那個hidden layer的weight metric 所學出來的那個長相 那為什麼它會長這樣呢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一萬成三百嘛 所以 你這邊其實是有一萬個字 對不對 那這邊其實就是一個一萬維的 然後 如果你把它 切成橫的來看 你會變成是有 一萬個三百維的feature 原本是長這樣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切成橫的來看 你這邊就會等於是 左邊 你每一個row 就會對應的像是一個字 那每一個字 就會對應有三百維的feature 那你剛剛是不是說 這邊這個n是你可以自己設定的 所以你這邊n如果設定500的話 你這邊的feature的size其實是500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這一個我們可以把它拿來當成 Wall Vector的 來用呢 你再仔細想想看喔 這邊這個weight 是不是前面 乘上這個weight的東西 它是一個one hot target word 所以說 在我們的模型這邊 這邊是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我們會把它拿來當成 Wall Embedding的vector 那為什麼它可以被當成 Wall Embedding的vector呢 因為當你做第一層的相乘的時候 就是你把你一開始的x 乘上這個w 是不是你會得到中間這個hidden layer 這個位置的vector 然後叫做h x是一開始的input 那做這個相乘 那做這個相乘 其實 你看喔 這邊這一個 是一個one hot嘛 然後你把這一個 一萬圍的one hot 去乘上這個對應的這個w 其實就像是從這一個metric裡面 挑選 這邊剛剛說是第九 第九圍嘛 所以就是挑選第九個rho出來 對吧 這個向量跟這個metric相乘 其實就是從 因為這邊是第九圍 就是從這個metric裡面 把它的第九圍挑出來 所以到中間這邊的h 其實就對應的就是第九圍的這整條rho 那它是不是就是對應 這個target word的vector呢 對吧 因為我們的target word 是不是就是第九圍的那一個字 然後我從這一個metric裡面 去找尋出 對應第九圍的那一個rho出來 那這邊對應的這一個rho 這一個vector 就是在中間的hidden state的時候 我的資訊就是這一條rho 那這一條rho竟然有能力 幫我們predict出它周圍的那些context word 代表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表示target word的vector 所以我們就會拿 所以我們才拿這邊的這個vector 當成是這個target word的vector 那這邊這個target word就是wi 大家還記得 那它的vector就是v的wi 這邊有聽懂嗎 有點小複雜 我們看一個小例子 這邊就是 剛剛你一開始進來的 一萬圍的一萬圍的one half vector 那這邊就是以五圍來表示給你看 然後這邊就是你 假設你學出來的w長這樣好了 那你學出來之後 那你學出來之後 這邊的input乘上這一個 中間這個ve metric 得到的hidden layer的vector 是不是就是你對應的第四圍 第四圍如果是1的話 你就等於是把第四圍拿出來一樣 所以代表第四圍這一個vector 可以當成是表示這一個字的三百圍的feature 那這邊就是一個三圍的feature 所以說原本可能是有可能有一萬圍 但是你經過這一個hidden layer的 weight matrix相乘之後 你實際上去表示它資訊的 只有拿三百圍的feature 來表示這一個字的資訊 然後這三百圍的資訊 竟然可以讓你去predict出 你這個target word周圍的那些context words 所以它就是一個好的 word embedding 就是一個好的vector的representation 那這邊其實就是到底怎麼從這個模型裡面 找出word embedding 所以大家一開始可能會想說 學word embedding其實它就是 真的是你的output就是一個vector 可是這其實不是這樣學的 因為如果你的output是一個vector 那你要去optimize是什麼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objective function是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你希望的這個vector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是你有一個目標 你的目標是希望能夠predict你周圍的那些context 然後藉由你訓練好的模型 中間的這個hidden layer 有能力來表示你target word的representation 然後才把你中間學出來的這些資訊 拿來當成你的weight embedding 所以它其實不算是直接去學一個vector output vector出來 而是藉由你optimize collocation likelihood的過程中 你可以學到中間的這個參數 就可以表示你的target word 好那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小小複雜地方 就是每一個字其實有兩個向量 一個向量剛剛這邊我們就看到了就是v 那我們前面是有看到另外叫做vprong 所以其實一個字它都會有v跟vprong 有兩個向量 那它為什麼會有兩個向量呢 因為第一個向量就是v 那這個v就是從這一個weight metric的每一個row來的 所以這邊這個w裡面對應的每一條row都叫做v 也就是當你這個字當成是target word的時候 你的向量會長怎樣 對吧 因為你就是given你這個target word 然後你去找尋這個weight metric裡面 對應的這條row 所以這是你當成target word的時候 你會得到的向量 那有另外一個向量是 你當成context word的時候 你會得到的向量 因為你當成context word的時候 你的向量不是從這邊來 是從後面這個metric來的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第二個這一個metric 第二個metric就是wprong這個metric 這個metric是從n 也就是n等於300 就是你的heaven layer的size 乘上v v就是你最後vocable的數量 所以你把它畫出來 它就會是一個wprong的比較胖扁的長相 就是從n300mapping到最後有一萬個可能的word 那這個word也就是所有vocable裡面所有的word都要考慮 它會不會是這個target word context 好那我們要怎麼看這個metric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呢 大家還記得前面我們算到這邊以後 其實拿出來的這個hidden layer 你的vector其實就是你target word對應的那個embedding 那後面這個metric它提供給你的資訊 其實就是在你given這個target word裡面三百圍的這個數值當中 要怎麼讓這三百圍去做weighted sum 並且去算出根據你現在任意一個mockable裡面的字 跟target word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weighted sum其實是在這三百圍的fiture上面做weighted sum 所以如果我們把式子寫出來這邊很直覺 我們中間得到的是h 那h對應這一個metric 你每一個維度的output 其實就是比如說第一個維度的output 它其實就是你的h乘上對應的這個第一個column 那它乘上這個第一個column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第一個字是wj 對應wj的vector 然後從wprong裡面來的這個column 就會叫做vprongwj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想成當wj這個字 如果是context的時候 我們就從這個metric裡面挑出對應的這個vector拿來使用 那它們相成其實就是這邊的三百圍跟原本的target word的三百圍 跟這邊的這個三百圍做.product 然後算出來的是對應j這個字wj這個字的分數 我們叫它sj 那剛剛我們說到我們目標是希望能夠估計這個probability 所以就是given target word 然後我希望算出一個任意一個wj 它會在我的context window裡面的幾率 那這個幾率我們用y來表示 就是我們最後想要的output 所以我們最後想要的output叫做yjc 那這個數字怎麼算呢 因為我們是不是把它用幾率的條件幾率的方式來表示 所以我們藉由剛剛算出來的這個scores 並且做nomiza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像是這個分數sj sjc就是這邊的這個wj 會在這個context window裡面的那一個字它的分數 經過這個計算後 那下面我們要除上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除上所有可能其他的字 所以我們這是它context window裡面其中一個字 我們需要把其他vocable裡面所有的jprong都拿進來考慮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sjprong算出來之後 並且把它們加總當成你的分母 讓你現在算出來的數字去除掉它 你得到的這個分數才會是條件幾率 就是givenwi所有其他的word 會跟wi一起出現的分數 是在這 你把它summation起來 所以前面看到這邊我們其實在算的就是 在context window裡面的那一些字 那後面這個其實就是softmax嘛 因為我們softmax就是要做一個 onexponential的nomization 那右邊的這一塊其實等於就是在你最後的這個layer 做softmax 就等於是你可以把這邊的這個數值算出來之後 再把它轉成幾率分布 我們細看一下之前前面的那個w 是不是carvet word的one half vector進去以後 等於是從裡面lookup出一個對應的這個row 這個and如果你的input是and 那對應這個and的這一條row 就是一個三百尾的feature 那當我們去考慮比如說在字連名的第一個字 跟它會一起出現的幾率 它其實就是拿對應第一個row的這個vector出來 所以這個vector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 在字典裡面第一個字 它對應的這個vprong的向量 所以這是每一個字當成context word的時候的vector 那一樣也是一個三百尾 所以當它們兩相成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這三百尾的dimension上面 去做一個weighted sum 那每一個字它有對於這個target word 不同weighted sum的方式 所以會得到不同的score 最後經過softmax 再去變成是一個條件幾率 就是given你現在這個target word 我要考慮所有可能其他的字 會是context的幾率 所以最後你算出來的就會是 在and已經even的情況下 car這個字會出現在and旁邊的幾率是多少 那之後我們還要再記得 在剛剛說的這兩個metric裡面 它分別就是對應了當你這個word 如果是target word的時候 用的其實就是前面我們說到這個w的metric 那如果你現在這個word 你當成是context word 你在這一個model裡面 其實是用於後面的這半部 就是我要去考慮到底哪一個字 當成它的context的時候 需要跟前面的target word 拿出來相成 所以後面這個wcrime 對應的其實就是當你是context word的時候 你的imbedding是長什麼樣子 好快速的看一下 這兩個metric 一開始是v嘛 就是有一萬圍 所以我一萬圍轉到中間的hidden layer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從這個one half vector 找尋對應這個one half vector 第九圍的這個row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target word的imbedding 那我現在需要計算出這個target word 跟其他所有人的關係 所以中間這個vector 是不是經過這個wave matrix以後 就等於是這個vector 會跟每一個colum相乘 相乘相乘相乘 相乘出來就會得到這邊一萬個數值嘛 那這一萬個數值對應的就是target word 跟這一萬個字之間的關聯 那我們在經過softmax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關聯 變成是一個機率分佈 原本是分數嘛 就關聯的分數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邊 想成是我們每一個字 當成target word的時候 你每一個row就會是這個target word的imbedding 那這邊這個metric就是 每一個字當你當成context word的時候 然後每一個colum就會是context word的imbedding 因為它就是從這個row 就是metric相乘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這個row會乘上 每一個對應的colum 然後得到你最後的這個output 所以前面這邊其實就是wi 也就是vi 這邊就是wj 就是當成context word的時候 就是wo 所以你算出來的 你拿出來的這一個跟這一個 就可以幫你估計出 givenwi wj會是它context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個模型 到底是怎麼train的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的目標是想要能夠估計出 想要能夠predict出它的context word嘛 所以呢 given一個target word wi 我的目標是不是希望能夠 maximize這個 看到它這些 你看到真的是在data裡面 是它context word那些字的機率 所以你把它展開 變成是你剛剛算的那一個 這邊的這個機率 是不是就可以把你剛剛算出來的 這一個softmax過後的這個分數 的相乘來表示 然後這邊的這個c就是所有可能的context嘛 就如果你的context是有五個字 那這邊c就是每一個context都要相乘 相乘 所以就是乘五字 那下面都是除上全部的 那就是稍微劃解一下 大概就是大概長相是長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還記得我們做模型的 我們在訓練模型裡面的參數的時候 就是用sgd的方式來update嘛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那個東西 去做一下偏微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希望把裡面的 每一個w的parameter都算出來 所以你其實就把剛剛那個c 然後對裡面的每一個w 然後去做偏微分 然後你可以這邊就可以自己go through一下 很簡單 那這邊有一個概念是 這邊是因為鏈鎖率 所以會變成這兩個 那這一塊就可以再稍微簡化成這樣子 那我們簡單的講一下這一個物理意義就好 它的意義是說 y是我們的目標嘛 那我們這邊會剪掉一個t這個數字 那這個t的意思就是說 當現在這個字是在它context window裡面的時候 這個值就會等於1 其他的情況就會等於0 所以言下的自己是什麼 言下的自己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學到 當這個字在我的context裡面的時候 我這邊的y就要盡量接近1嘛 不然我們這邊值就會 就會比較大 就不會接近0 那如果說 這一個字不在它的context裡面的話 這個值就會是0 所以我們這邊的y就要盡可能接近0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 我們的objective function目標就是 就是在optimize這個way的時候 其實就是根據 現在這一個字 有沒有出現到我的context裡面 然後去做update 其實也非常符合直覺 對吧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藉由它的context 然後來學我們這個模型 所以當這個字出現在我的context裡面 它這邊就會有loss 然後就可以pub給回去 那它如果不在我的context裡面的話 它這邊就是0嘛 那我們就希望 是neighbor的那一些字 他們給我一些information 告訴我說 現在我這邊 weight應該要增加 讓這邊的機率可以越大越好 然後這邊你在optimize的過程中 你就會讓 你希望能夠變大這些數值 可以output出比較高的機率 那這就是因為我希望它能夠有能力 去估計我的neighbor那些字 那這邊的這一個相檢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是error 因為當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它靠近p嘛 所以當wj 是在我們context window裡面的時候 它會是e 所以我們希望這邊的這個y 也會盡量接近e 所以他們相檢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是你的error 那這個error可以拿回去 去update你的模型 裡面的所有的參數 那這邊是 那這邊是 跟前面一樣 就是error sj是怎麼算出來的 就是error 乘上它對應的那一個 當content word的那一個vector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算一下 那在update的過程中 我們把它展開來 其實結論就是長這樣子 不過這 不過這你也不用背起來了 你就大概看一下 稍微有了解就行了 就是在t t的iteration 到t加iteration的時候 我們是叫iterative的update 那它update的過程 是不是我就是要 點掉eta的 這一個篇尾分的內容 所以這個篇尾分內容 最後算出來會是這樣 所以就在這裡 那你仔細看一下 概念是不是就是 所有在它content window 裡面的那一些字 都會給它一些error 那這個error 會乘上你的h 然後去讓它update 這一個字它的w 會影響這個字的w 所以就是只有在 你的content window 裡面的那些字 才會對你的 模型的這個parameter有影響 那剛剛我們update的是後面的這一個嘛 那前面的這一個w呢 前面這一個w 我們要除 我們要為分的對象就是 不是w.prong 就是w嘛 那我們一樣會經過 因為它要先對h做偏為分 h再對w做偏為分 因為中間會經過h嘛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各自打開 那h h就會變成 先對s做偏為分 s再對h 沒錯吧 因為c是在最後嘛 所以你對h做偏為分的話 最右邊是不是會經過s 所以你要先 一樣是train rule 先對s做偏為分 然後再對h 但是這邊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 當你對s做偏為分的時候 因為這邊s的數值有幾個 是不是有一萬個 就是所有的vocabulary嘛 所以你這邊需要把 所有的j等於1到vocabulary的size 全部上面選起來 就是你需要對所有可能的s去做偏為分 然後s再去對你的hi去做偏為分 所以這邊這個sj是任何一個可能的vocabulary可能的word喔 好那這邊跟剛剛一樣 就是s怎麼算出來的就長這樣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其實跟前面一頁的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頁多了什麼 這一頁多的東西就是中間這一個 要dimension over所有的v 剛剛是不是只需要考慮contest就好 但現在如果你要update這一塊的話 你除了考慮contest以外 你還要考慮所有的v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word 在vocabulary面的所有的word 都會在這邊有所貢獻 所以你要對它進行偏為分的時候 你需要對每一個都先偏為分一次之後 然後再傳過來 所以這邊必須要sumension over所有的 那解出來就會長這樣子 所以你看一下剛剛有一點點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後面這邊當然是有點不一樣嘛 因為剛剛是h 那現在是wprong然後會再乘上x 那是因為它前面對應的這一個向量是不同的 但是更大的差別就是這邊有一個v 剛剛說的全部要算一次 就是x是任何一個字的時候你都要把它計算出來 所以呢你才可以把所有的 這邊的這一個weight算出來 然後去加總起來 得到現在這一個要update的對象 那為什麼呢 你看喔 我這邊在update這一個參數的時候 為什麼除了考慮這一個字 就是它對應的那些context以外 這邊是對應的那些context嘛 就是i wi對應的那些context 就是jc 那為什麼還要考慮其他的字呢 要考慮其他的字的原因是因為你 最後其實是做了一個softmax的nomization 所以當你做了這個softmax的nomization以後 代表你除了所有的字分數的總和 所以呢你經過了這一個張除的這個nomization之後 所有的字的分數都會影響你現在這個target word output 所以呢當你做偏微分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字其他的所有的字的影響 也都需要把它考慮進來 所以就會加總所有的vocable裡面的size的j 所以xj你要全部都算出來 然後再把它加總起來 所以呢你會發現在做update的時候 這一個其實是很麻煩的 因為這邊要算的這個數值有可能超級大 如果你的vocable size是好幾萬的話 你這邊就好幾萬個數值要算 所以這邊我們把剛剛的那兩個metric的sgd的過程 就是再重新把它寫出來一次 這邊沒做任何事情 只是把它列出來 然後稍微把它弄得好看一點點 那上面這一個這邊是vprong vprong就是右邊那個metric 它的update過程只跟ei有關 那ei其實就是這個wj是這個target word的contest word之後 所以你其實只有跟c有關 非常簡單然後你就有一個error 然後你就可以update了 但是前面那個metric就比較複雜 除了你把這邊的這一個ei算出來在這 然後你乘上這個w以後 wprong以後 你還要乘上所有可能的這個xj 那當然這個w也跟j有關啦 就是你i跟j的所有的關係 你都要考...就是i是固定的 那所有的j的關係你都要考慮進來 然後再把它加總起來 才會得到這個數值 然後你才可以進行update 所以當你的vocary size非常大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training data非常大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會算得非常的慢 因為這邊要optimize的內容太多了 所以你的computation cost其實很高的 那在食物上必須要解決這件事情 不然你算個我imbedding 你可能就花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可能還不一定可以跑得完 那在食物上有一些小技巧來改善 這邊vocary size非常大的問題 那有很多方法 譬如說你可以假設我每一次 就是不要每一次都update所有的向量 我只允許每一次training的時候 只update部分的 那這裡有兩個稍微比較有名 其實主要比較有名就是sampling 就是nextive sampling 那前面在前期也還算是蠻多人會用 叫做hierarchical softmax 但現在其實已經沒有人在特別 大家就直接nextive sampling就好 那hierarchical softmax的方式其實是 因為我剛剛是要update所有的數值 那我現在不要讓它一次把所有的數值都update 那這樣子可能會非常的慢 那我一次就只顧要限制它可以進行更改的這些機率 那它的概念就是 假如說我原本可能有v個 那我現在把它建出一個數狀結構 所以我只需要我只要我必須要限制 就是我只能計算在這個leave head到這個leave上面的這個pass的這些機率就好 然後就可以從你原本的 你原本的computation cost 原本是要big on 然後下降到log n 因為你現在原本是有n個要算 那你現在就硬是強迫它 只能update就是n個 那你這樣子的cost會稍微降低一點點 不過現在其實我是已經非常非常少看到人在用了 所以呢還是講這個比較實際一點 就是negative sampling 那大家現在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有效的方法 那它的概念就是 剛剛我們是不是說 原本我們做最後output denormalization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除上所有的人的總和 因為這才是一個合理的normalization 就是全部的總和要等於e 所以我必須要除以所有人的總和 但是現在我做negative sampling 意思就是說我不要除上所有人的總和 我只除上sample出來那些人的總和 也就是說我剛在update的過程是 我的load function前面後面的這個東西 後面這個東西所有的wj 是任何一個vocabulary裡面的字 我都要把它算出來 然後再去dimension 那現在我只算有被我sample出來的這個set 裡面的wj就好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原本有一萬個字 原本我們是一萬個字的分數 全部都要算出來 然後最後再去做 就是才會得到這個load function的wait 但是現在我現在只要從這一萬個字 如果我現在說我sample100個 所以我現在就只有100個這些分數需要算出來 然後我去除上這100個幾率總和 概念有點像這樣子 那在我random的做這些sampling的過程中 每一個字它都有同樣的幾率被sample到 所以當你做了非常多的iteration的時候 感覺好像每一個人都有當成negative過 那每一個人當成negative的次數可能都一樣 那這樣子其實是跟你原先全部的人 都要除上所有的人的目標還是蠻接近的 然後也不會差那麼多 而且這樣子可以有效率非常多 因為我除了 我現在就可以把原本要算一萬個人 我現在就只需要算部分只要100個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後面這一個wait算出來 我們就可以進行update 所以用這個方式之後 大家還記得嗎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eh 是不是有一個非常麻煩 就是這邊wj 需要對裡面所有的 vocable裡面所有的字都要計算一次 但現在我只需要計算被我sample出來的這些字就好了 所以這邊就叫做negative sample 所以我們就不用所有的字都算出來 我們只算部分的字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數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update了 原本是要算所有的字的 那這非常的簡單 而且又有實際 那這邊 這邊就是native sampling出來的嘛 就是我隨便sample一個 一個set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要union起來 這邊這個其實就是你的contest word 對吧 wo就是你的contest word 你要把它考慮進來 因為你sample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sample到你的contest word 那如果沒有sample到你其實 你要拿是contest word的幾率 然後去除上其他的總和嘛 所以你自己 你是contest word的幾率一定是要被算在裡面的 所以你除了negative sampling 你是sample 是當成negative的人 但是positive的人就是這些contest word 你還是要把它考慮進來 所以你就是有 你sample的這個100個 那如果你的contest是設10個 那總共可能就會有110個字 然後的數值的分數你是要算出來的 你才可以把eh算出來 然後進去update 那sampling method也就是也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當然最簡單就是你random sample 那random sample的話我們就假設 每一個字會被sample的幾率就會一樣 那當然你也可以formulate一個distribution 為什麼要formulate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你希望每一個字 會根據你這個distribution的分布 得到不同被sample到的次數 比如說你希望第一個字 可以有比第二個字 有三倍多的幾率被sample到 那你distribution可能就可以 第一個字的幾率是第二個字的三倍多這樣子 但是這一個幾率到底要怎麼設定 我怎麼知道每一個字應該要多少幾率被sample出來 這其實也是一個 之前也是蠻多人在研究 到底要怎麼去form了一個好的P 那當然我會建議 其實大家就直接用random sample 其實就還ok了 不過如果你要很細緻的去optimizing的過程的話 用distribution會稍微再好一點點 那它的idea是什麼呢 你想想看喔 你現在如果每一個字 它都有同樣的幾率被sample到的話 那那種比較常出現的字 它會被sample到的幾率 是不是會比較高 因為它就是出現比較多次嘛 所以你這樣就是random sample 它因為出現比較多次的話 它一定會比較容易被sample到 那它既然 它竟然已經出現比較多次 那代表它的optimize過程中 它被update的次數其實是比較多的 那它的representation應該就 本來就會比較準確 所以比較爛的那些imbedding 其實是那些出現很少次的那些字 懂嗎 就是你這個字如果出現越少次的話 代表你看過它 你在這整個data裡面 可以看到它的機率比較少嘛 所以呢它被update的次數 其實也是比較少的 那既然它被update的次數比較少的話 它學出來的imbedding可能就會比較爛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把這些 比較少看到的字update多次一點 希望它能在這些update過程中 變得越來越好 那原本很常出現那些字 它原本就已經被update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刻意多update它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 越少出現的字 需要越高的機率被sample出來 那要怎麼設定呢 這個是實驗上的設置 就是它empirical的常識 然後就發現有一個magic number 就是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的意思就是 但是假如說 這邊是字 那字一開始在整個corpus裡面出現的機率 假設說它也是0.9 那這是0.09 第三個字是0.01這樣 好 那因為我們是不是希望很少出現的這個字 它能夠上升它出現的機率 然後上升的幅度要比這種很常出現的字來的多 所以它就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邊的這個次方 設成四分之三 是一個很不錯的setting 你看 設成四分之三 這邊會變成0.92 這邊是0.16 這邊是0.032 然後你看這邊等於是它只比它原本多了0.多倍 反正就是很少啦 但是你看這邊 它經過了四分之三次方之後 它會是原本的三倍以上 所以它的上升幅度其實是遠遠大過這個的 所以它的這樣子可以稍微達成它的想法就是 當你越少出現那些字 我希望它能夠上升被sample到的機率的幅度要大一點 所以它就找出了這個四分之三是一個很好的數值 然後藉由這個distribution的方式做sampling 你可以得到稍微更好一點的效果 就比random sample來更好一點點 這是一個還蠻神奇的發現 大家可以從 大家可以去這一個網頁上面看 這網頁其實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它是一個就是互動式的網頁 那你可以把 你可以自己寫一些training data把它丟進去 那它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它會跟你講說 這邊是target word 然後它要optimize它的context word 就是可能會有drink apple juice等等的字 所以drink跟juice可能都是apple的context word 對 然後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它會 你當你把你的training data輸進去之後 它就會 你可以iterative的看到它update的過程 就紅色是weight會越來越高 所以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有漸漸的update 然後讓真的是它context word的那些字 幾率可以越來越高 那這邊就是skipgram的架構 大家還記得 given target word 要predict出它的context word 那它當然有些變形 一開始說了 一個叫做sible sible的意思是continuous the backward word 它其實概念就是相反過來 那它的概念就是跟平常做backword比較像 就是given它的context 然後我想predict它的target 那另外就是language model 就是有順序的 given前一個字 我要predict它的後一個字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skipgram 是因為它在performance上面 其實有進行比較 然後它是稍微有好一點點 它會比較好 那language model其實是第一個被 就是miklov他在他的 他之前做language model 他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做language model 之後他就發現 他學完這個language model 他用rnn來做 中間這一些representation可以 章號表示這一個字之間的關係 字跟自己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因為language model 這樣子的objective 然後得到每一個字的vector表示法 然後才有了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去做出這兩個模型 對 所以你如果是這兩個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要怎麼推剛剛的那些 也有點小麻煩的那個規點 那sibo的話 illustration就像這樣子 根據你的context word 然後你想要predict你的target word 所以你的context word可能就是也有 比如說apple juice啊 所以apple是你的target 然後它的context有juice 那drink apple juice嘛 drink就是另外一個context word 那一樣是update過程中 是target這個字的機率就會越高 就會越接近紅色 那其他的分數就會下降 那如果是linked model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給定的 唯一的差別就只有input跟output的差別而已 你的model過程其實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好 快速比較一下 我們 講過以前的 就是 cocurrence metric表示的方法 它其實是用有點像是count base 就是我要算說 A跟B 它們之間出現 一起出現的次數是多少 然後建了一個那個metric 然後再來進行 可能再進行dimension reduction等等 那如果是direct 就是我們直接學的話 我們其實會用nn的方式 就直接 我們有我們的target objective 然後我們直接經過一個network 然後中間學出來這些向量 你的hidden layer的這些vector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當成是我們得到的這個vector representation 就是我們target vector representation 它們的想法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 那count base它有一些好處 比如說 training可能很快 因為你只要把它算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它是用一個統計上面的 的概念來去做 來去做推算的 但是你直接用learn的方式 其實你並沒有使用任何統計的資訊 你其實只是希望 我能夠找出一個vector 然後這個vector可以有某一些性質 但這些性質其實你並沒有引入統計的概念 到裡面 但是如果count base當然是 剛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很多缺點 就是可能 自根之間的關係 不一定那麼容易的被捕捉起來 而且如果你要放進新的句子 可能會比較麻煩 那這也就是 embedding的好處 那它可以 捕捉握握握握握之間的關係 可能是比較複雜的關係 它可以藉由big data裡面 自根之間 他們context的這些collocation的關係 然後來得到 不過它也是有一些缺點 因為有的時候它 當你data比較小的時候 你用統計上面的數值 其實是會比較有用的 那如果你data非常大的話 你用這樣子 network learning的方式可能才會比較好 所以當你沒有 沒有直接的去使用統計上面的性質 有的時候並不是 就在不同的scenario上面 可能並不是最佳的情形 所以他們彼此其實是有點互補的 那我們後面就會講說 另外一個model叫globe 它的目標就是想要把這兩個count base 跟embedding這兩個概念結合 然後可以有稍微更好一點的效果 接著我們要講第二個 word embedding的方法 那它叫做globe 那這邊其實很短 它的概念很簡單 剛剛說了它的概念 其實想要綜合 word embedding 直接學習的這些概念 和統計的一些property 所以它有一個想法 其實這個想法我覺得還蠻奇妙的 所以它的想法是說 coercurrent的幾率之間的這個關聯 可以代表 可以incode出 meaning 那舉例來說 那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 pij把它寫成是 看到wi 然後wj出現的幾率 所以如果在統計上面 你是不是就會把 ij一起出現的次數算出來 然後除上i出現的次數 對 那這樣就是pij ok 所以說 它就說 它現在如果要看兩個字 之間的關係 wi跟wj 你看喔 這邊是比如說看到is 然後出現其他字的幾率 然後這個字如果是 就是這四個字它個別翻 它就把它算出來 然後string 然後它也把它算出來 然後它說 好 它說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它的這個字是ice跟string 它們跟其他這些字的關聯 之間的ratio 可以incode出一些 meaning 就是這兩個字之間的關係 所以剛剛那個數值你可能很難看懂 但是如果你把它畫成就是 數值很大還是很小 或者是一樣 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到 如果它想要捕捉 ice跟string之間的關係的話 它可以藉由 比如說它跟solid的這個ratio大 跟get是小 然後跟這些其他是1 來大概知道 它因為ice跟string就是 ice比較solid 所以這邊的這一個關係是 這邊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比較大 所以它們另外一個比較小 所以它們這樣除下來這邊是大的 所以這邊相除的這個ratio 其實可以某種程度上 給我們一些signal 告訴我們說這兩個這個字 它跟其他字之間的關係是 差異是大還小 所以這個資訊其實稍微給了我們一些 ice跟string 它們之間relation的signal 然後它是想要藉由這個概念 然後去學我們的imbedding 再說一次喔 它的概念其實就是 它覺得一個字就是在統計上來講 一個字跟其他字一起出現的這個幾率 之間的關係 等於是代表了字跟字之間的relationship 所以它希望藉由這個概念 然後用我imbedding的方式來學 具有統計上面property的這些數值 那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的想法其實就跟我剛剛說一樣 它想要用我imbedding就直接學 但它學的objective 目標是想要有點像是接近剛剛我說的那個cocurrence probability 所以實際上它怎麼做的 稍微可以很簡單的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wk 然後有另外兩個字是i跟j 那如果我們想要知道i跟j之間的關係 那它會算的其實就是i跟k的conditional probability 跟j跟k的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它們之間的ratio 其實某種程度上代表i跟j之間的關係 就它剛剛的那個假設嘛 所以說它的目標是想要做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它的objective 就是它希望它的模型可以學到這樣子的概念 那要怎麼去formulate在它的模型上面呢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不是想要捕捉i跟j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因為它是不對稱的嘛 所以它其實i在上面j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i-j 它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是等於這個 ok齁 因為這邊其實就是有點像是i跟j的relation嘛 這樣子 好 那接著要怎麼把它變成是vector呢 這邊就可以回憶一下 跟剛剛我imbedding的概念是很接近的 每一個字都有它對應的vector 所以呢 wi有對應的vector wi j wj有它對應的vector vwj 所以呢 這邊這個的相減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它們的imbedding相減嘛 那它們相減跟這個k之間的關係 那其實就是把k被imbedding的拿出來 然後跟這個相成 那我們希望這一個東西可以接近這個 這個是具有統計性質的一個property 也就是它想要放進它的objective裡面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希望當我學這個imbedding的過程中 我的目標是希望它具有這樣子的性質 對 那就這樣而已 那這邊這個怎麼做呢 因為這邊的這個f 然後如果我們還用exponential來看的話 實際上你把它展開 它 言下之意 它代表的意思其實就是 wi的vector 跟wk的vector它這樣子相 相成起來 其實就是這兩個字之間的關係嘛 它這兩個字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把它 這邊代入然後展開的話 它其實就是 這個 就是pik 也就是看到wi 然後givenwi 然後看到wk的機率 然後就是取個log 因為這邊是exponential 所以這邊的這個相成 其實是不是就等於這一個 那其實也非常符合直覺 我們希望能夠學出來的這個向量 之間的關係 等同於是他們 有點像是collocation的likelihood 所以它實際上在 這是剛剛那一個式子 那它實際上 這邊的這個p是不是就是pij 那這個pij在統計上是怎麼計算的 剛剛是不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 i跟j出現的次數 除上i出現的次數 所以你取log之後就會是 xij的log 點掉xij的log 所以這個是 它希望能夠等於 這邊這兩個vector相成之後的結果 所以說 如果你有兩個vector 然後你把它相成 然後中間 是不是會多一個 這邊是你的output 然後這邊會剪掉一個這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移向到左邊 然後這邊移向到左邊的意思就是因為 這邊這個其實跟i有關係 對不對 這個子跟i有關係嘛 那子跟i有關係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被這個bias給吸收掉的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學這個vector的時候 你也可以允許它去 降量之間相成 然後會有一個多出來的bias 那這個bias去cover 這邊多出來的這一個turn 然後讓右邊只留下i跟j之間的關係就好 所以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其實你的objective function就是 這邊這一個 點掉這一個 你希望它越小越好 對不對 因為你希望這一個可以接近它嘛 所以這邊這一塊就是square arrow 然後每一個字都要當i也都要當j 所以裡面所有的ij都需要從1到vocable裡面size 所有字都要考慮一遍 然後這邊是p嘛 這邊是x 所以當你把p換成x之後 然後你得到的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剛剛p的在上面這邊 所以你希望你學出來的這一個向量 能夠這兩個 這一個數值跟這一個數值越接近越好 那當然會乘上它的frequency 然後這邊的話如果你換成是count 這邊是幾率嘛 換成count就是這一個式子 所以也是一樣 你希望這一個跟這一個越接近越好 然後這邊是用square arrow去update 所以你看它如果定義這樣子的objective 它的目標就是 我希望我學出來的這一個embedding之間 相成之後 它能夠具有統計上的這個性質 就是 它們之間的relation可以變成是x 就是剛剛看到的 它們co-location co-occurrence出現的其他的字 之間的那個ratio 所以它會覺得這個ratio 可以代表meaning的意思 所以它會希望這邊的這個relation 可以藉由他們這個ratio去incode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ratio 這個數值當成是我要學的embedding的objective 然後直接讓它用square arrow的方式來進行update 所以當你學完之後 這邊學出來這個vector 就會很接近你現在希望它能夠有的 相成起來的那個性質 也就是統計上的性質 所以你就可以用embedding直接learning的方式 然後去學到具有一些統計性質的representation 對 那 在這樣子的方式上面其實是 performance其實很好 而且非常 training非常的快 因為你看它如果跟剛剛的whattovac比起來 whattovac是不是還要在那邊算那個一堆 然後能加總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快速的 然後scalability也蠻好的 那當你copens比較小的時候 performance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當你copens比較小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多利用統計上的性質 那當你copens很大的時候 其實你用whattovac不考慮任何統計上的性質 你直接看data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會比較好 所以當你資料量比較小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接近 你可以直接使用flow 那當你有非常大的data 你可以train好的what embedding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skipgram這種方式 所以他們之間的focus不太一樣 那要怎麼 後面我們就來看到 怎麼比較whatvector他們之間 你學出來whatvector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們可能只看到 每個字都是一個向量 那要怎麼去評估這個向量 到底好還不好 其實很難嘛 所以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intrinsic的evaluation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看字跟字之間的 這個linear的relation 比如說 a比b a word比b word 會等於c word比哪一個word嗎 如果我們有好的vector representation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找出 對應的這個x到底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可以 這邊看起來非常複雜 其實完全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這個點這個 然後加上這個而已 然後去找一個最接近的向量出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 比如說 這其實是一個經典例子 man跟woman之間的關係 會跟uncle跟un很接近 所以說如果我跟你講說 man比woman會等於uncle比什麼 那你是不是就要在這個位置 找一個向量 然後看第一個向量對應的字是什麼 然後看它跟答案是不是一樣的 那其實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好的embedding 我們suppose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這麼完美 就是從男性到女性這樣子 的那個vector的那個方向 都是非常接近一致的 但是這會有一些小問題 就是有的時候 如果你學出來這個關係 不一定是linear的啊 如果不是linear的話 你是不是就不能直接這樣子 找到對應的這個類比關係了 就是所以用這個方式的確不能夠完全能夠 能夠呈現你的embedding好不好 但這只是一個可以稍微折中的呈現方式 因為你其實要evaluate一個降量 到底學得好不好 這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用這個類比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其中一種已經算還不錯的方法了 那剛剛的那一個 這邊還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這個例子是semitic的關係 像Chicago跟Illinois它是city跟state的關係 那你看到右邊也是city跟state的關係 可是如果說有一些city 它其實是不同的 它是在不同state裡面的city 可是它有的時候會有相同的名字 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就會很麻煩 因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 這個名字到底屬於哪一個state 所以的確在這個問題上面 用這樣子evaluation的方式 可能也不一定非常的好 所以當然很多evaluation都會有一些問題 那也不是說大家提出來evaluation都已經是正確的 那右邊你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就是capital跟country之間的關係 但是capital有可能是改變的 會改更改的 如果你某一年突然換了capital 難道這邊的前面這些inbedding的關係要怎麼做 所以這其實也是用這個類比 它沒有辦法考慮這些動態更改的這些問題 那除了semantic之間的關係 synthetic之間的關係 你其實也可以來藉由word embedding 來補足他們的relation 譬如說形容詞跟最高級的關係 他們也會很接近 然後或者是分詞跟過去式 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會很接近 那另外一種intrinsic evaluation intrinsic意思其實就是 就是我直接去evaluate這個inbedding怎麼樣 所以像剛剛我就直接去evaluate inbedding之間的關係到底好不好 所以我其實是針對這個inbedding本身直接去評估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word correlation 那它的做法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先叫一些人來標註字跟字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就看一起學出來的這些vector 跟人標出來的這個分數 他們之間的correlation到底高不高 如果高的話代表你學出來的好像還不錯 跟人覺得的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差很大的話可能就是你學的爛爛的 概念有點像是這樣子 所以比如說就找了一堆人 然後去標說 你覺得tiger跟cat之間的關係 1到10分你給一個分數 然後它把大家的分數做一個平均 比如說cat跟tiger它可能是7點 最後平均起來是7分左右 那tiger跟tiger就10分嘛 這比較沒有什麼爭議 那computer跟internet啊等等 那這邊也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professor跟doctor 如果你的doctor 你是把它想成是醫生的話 那關係可能就是還好 那如果你的doctor 你把它想成是博士的話 感覺關係又會就比較高了 所以這其實也牽扯到一些 而且也會有一些主觀的意識 跟你對這個字的理解 到底是理解在哪一個程度上面 然後去讓你做這個label 所以因為人的這一個分數 常常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所以這其實也是做 這個evasion的一個小問題 那這件事情當然是非常困難 沒錯 對因為有的時候同樣的字 可能有同意字 像doctor有兩個意思 或者是當你把它conceited 或者是不同磁性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可能有些人覺得是磁性A 另外一個覺得是磁性B 那他們標出來的分數就會差異很大 那這樣子要怎麼去讓它有一致性呢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也會做intrinsic evaluation 因為剛剛是我直接評估這個vector 到底關係怎麼樣 那如果說我們不管他們這個關係怎麼樣 我們要we embedding幹嘛 我們要we embedding就是希望它能夠來幫助我們 最終想做那個task嘛 所以如果我們拿一個比較好的imbedding 我們希望它在最終的task上面 performance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從我們就用這個task 它最後performance有沒有提升 然後來看我們這個imbedding有沒有變好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比較間接的方式 不是那麼直接去看imbedding本身 因為有可能imbedding變好 但它可能對於這個task沒幫助 那它在這個task的performance上面 可能就不會提升 那不一定代表你的imbedding 其實是沒有變好的 那這邊這個概念就是藉由後面的一個downstream task 來看它的performance的差異 那如果用這樣做的好處的話 它其實是如果它有進步的話 有可能是你這個imbedding提供給你一些基本的概念 讓你在這個task上面 你一開始就知道字跟字連的關係 比如說你在這個task上面 你可能training data裡面並沒有告訴你說 貓跟狗可能都屬於動物 那你data可能只有貓 那你沒有狗相關的資訊 所以你在task的時候有可能出現狗 你就會錯掉 但是如果我imbedding可以提供給你一些information 讓你知道說我跟貓跟狗其實非常接近 那你就有可能在task 就算沒有看過狗 你performance也可以有所提升 那這個imbedding如果學得更好的話 那的確是有可能讓你的performance上升更多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有可能可以把一些task的資訊借用到另外一個task上面 比如說你如果是要做 嗯 想不到什麼例子 它這邊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現在的 你現在學出來的we embedding是具有 因為它有字跟字的關係嘛 比如說你知道good跟excellent可能是稍微比較接近一點點 那或者是great就比較接近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這邊其實是一個positive的information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最後做sentiment analysis的結固 那在we embedding其實就這樣講完了 那剛剛講到這些evaluation當然都不是完美的 可是我們如果你做we embedding的 或we representation的研究的話 你其實可以發現大家可能都會把這幾種不同的evasion都跑一次 因為我希望我要能夠說明我的performance真的是有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的embedding真的學得比較好 那我可以從這三個的結果稍微都得到一些signal 我希望intrinsic也可以稍微變高 那extrinsic也可以稍微變高 不然如果你只有一個變高 其他都沒有什麼改變甚至還下降的話 人家可能就會覺得說你這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好的justify說 你的embedding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當然前面我們講了兩個 word embedding的方法 一個是word to vector 另外一個是flow 那目標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low dimensional的word vector 然後去表示意思 那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捕捉word跟word之間的關係 就藉由他們vector的關聯來看 那裡面就分成sgitgram,sgibble跟lengmodel的方式 那glove的話就是要combine原本word tovec 這樣子infetting的訓練的方法 以及加入了一些統計上面的性質 然後讓它能夠從字跟字之間的關係 它希望字跟字之間的關係 算出來的這個相乘起來的結果 就會等於它cooccurrence的那一個幾率的ratio 所以它相信幾率的ratio 在統計上面能夠表達一些命令 那這個資訊應該要直接被incode在 字跟字間vector相乘之間之後的結果上面 那當然evaluation剛剛就說了兩種 intrinsic跟extrinsic intrinsic就分成用word analogy跟word correlation這兩種 那就直接去評估embedding到底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根據你把現在訓練好的word embedding拿來 使用在其他task上面 看看這個task上的performance有沒有進步 有的話我們就也相信這個word embedding會變比較好 花的節奏 焦這一點 是大的折折